我們今天是非常難得的休假日 所以呢 我們決定要去採點淡水的美食 那我之前有在IG上面問大家 然後有收到很多很多的建議跟推薦 所以我想說今天就跟著大家的推薦去採點 我現在臉上有一點點過敏 但希望在地方心裡不要太明顯 今天打算先去吃一個早午餐 有網友推薦去吃純粹飲品館 然後我有查了一下他們的招牌是仙草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喝喝看他們家的仙草 不過他們也是有做一些輕食那種減餐類的東西 反正今天就是走一個比較casual的行程 到淡水這邊其實還沒有 一整天很輕鬆的去玩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就是以這樣的步調 去探索一下淡水的美食 如果今天沒有牛肉 所以我決定要換這個瘋醬雞 然後就要換成這個養生雞湯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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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聞起來沒什麼味道 這很像那種仙草蜜的味道 這個是Joey的仙草雞湯套餐 仙草湯然後三樣菜其實都還不錯 因為是青菜、絲果、番茄炒飯 中藥菜燉雞的那種味道 他們家的口味是比較老大的 味道其實蠻豐富的 真的喝得到仙草的味道 我覺得燉度尾 而且它雞腿不是柴的 仙草的那個藥草味是有燉到這裡面 這是我的餐盤 炸雞、沙拉、沙拉醬 一個麵包還有薯條 看起來份量比我想像中小一點 炸雞 整體台灣都是偏清淡的 有點棒滋的感覺 家常菜的感覺 炸雞也蠻好吃的 好像我們自己在在醃點肉 我覺得很像那個季光祥祥子 嗯 對不對 最後是汕透甜點 那個杏草的 怎麼樣 黑頭魚 它不是那種非常Q的那種口感 它裡面一起死 我覺得這家就是它的東西都是偏清淡加常 我是覺得味道沒有到經驗啦 就沒有到特別推薦 整體來說是偏家常一點的味道 我們在裡面其實短蠻久的 就從進去到第一份餐點上來 大概是半個小時左右 所以如果是趕時間的話 我是不太介意 還蠻喜歡它的雞款的 就是它的味道一樣不是很重 我覺得真的就很像我們雞家裡面 一定出來的雞款 我餐盤我覺得份量沒有到很多 就是吃完之後沒有到飽的感覺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的價錢 也是比較偏中高一點 以這個價格來講 就是稍微不要粗糙一點啦 接下來要去那個淡水的 零食館那邊附近看看 想說去那邊走一走 山寺中 有沒有查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就決定直接去吃甜點吧 我們剛剛已經走了一陣子了 臭餅乾麵 炒味蜜 給你的灰杯 飯 炒味味 我買了兩個 這個是招牌花生味 這個是芋頭加奶油的 有人花生過? 還熱的喔 嗯 就是那種花生糖的味道 蛤? 就是那個花生捲冰淇淋的味道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是比較鹹的那種 它不是超甜的那種 它是...還是有一點鹹味的 然後它剛做好嘛 所以旁邊這裡超級脆 這個餅很像紅豆餅 外面脆脆的裡面 你的芋頭奶油味怎麼樣? 也很像紅豆餅 你覺得這30塊可以接受嗎? 而且那個老闆超友善的 我們剛剛是在街上買了一個石頭餅 然後那個石頭餅它就是外層有點像可麗餅那樣脆脆的 然後裡層是像紅豆餅那樣的 我們選的是芋頭奶油口味 然後還有花生口味 兩個會不然不太一樣 那因為我對花生過敏 所以花生只有九十 嗯 花生是他們家的招牌 然後我剛剛吃的感覺是很不錯的 吃起來其實是脆酥的 我們是裡面有一點濕潤的 所以它是外脆 然後裡面是帶一點水分的 不過那個老闆也是非常的浩客 他就問我們有沒有吃過 然後我們就說沒有 剛搬來然後他就直接切了半分給我們吃 我們現在要去吃晚餐拉麵 我在這附近看到有網友推薦的一間拉麵店 他覺得我們今天可以去吃吃看 要排隊 沒錯 這就是羊肉 點這個雞擺湯 還有白老雞擺湯 跟牡蠣 要吃嗎 沒有 不洋蔥 不洋蔥 要不要 好多 但是我可以在那裡 好香喔 好香喔 真的 這就 sem誇張 你以後 我們就說我們要去吃吃吃吃吃吃吃看 在旁邊 這就是那種 我如果要吃吃吃吃吃吃吃看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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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刚吃饱 然后我想说因为肚子比较饱 就来附近的大都会广场逛一逛 我们刚刚那个拉面 我们最后排了差不多40分钟左右 对所以跟一些网友说的排队时间其实差不多 不过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觉得是蛮值得的 它的味道确实是还不错 而且我会想要再来吃 超好吃 它超级浓郁的 真的 我点的是海老沾面 因为我本来想点海老鸡白饭可是卖完了 我点的是那个豪华鸡白汤 我觉得两个都超级浓郁超好吃很推荐 就是海老沾面的面体比较粗一点 它的味道再更重一点 虾味非常浓 然后鸡白汤就是它鸡汤的味道也是很浓醇 它的鸡白汤会比较偏甜的一个口味 因为它是很浓郁的鸡味 所以它其实有点像玉米浓汤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散步一下 然后等一下要继续宵夜茶 去买一个我们一直很想要去吃的关董煮店 每次去吃都是卖完 不然就是已经关门了 嗯 我们刚好要加乳 然后我们刚刚有去 沐蔚二饮料店 然后买了一人一杯饮料 我的是贝铜鲜汝茶那提 然后Joey的是 壁虎肥翠绿加珍珠 这两个都是算是大家推荐 它这好像有活动吧 就是它加珍珠今天是免费的 这家店是在那个淡江大学的侧门旁边 我现在已经从续冰半堂慢慢慢慢走向续冰半堂了 比如他们家的绿茶很好 它不会很舍蛮顺口的 我觉得这个算冬归冬酒 我其实很讨厌我的饮料里面有加料 跟猪啊椰果我们其实都很讨厌 我通常都是不加料的 我们今天的宵夜只讲是这个 四夜关冬酒 这个是带我们回家路上 就是从淡酒市区回到我们新市场路上 毕竟的一家关冬酒店 我们其实已经经过好多去 然后每次去啊 它不是卖完就是没有开 所以我们想说今天 就趁这个机会来试吃看看 外加的时候它是汤跟料汤 他们也都开装的 有糖心蛋 然后这个应该是基隆的 Olen 基隆的Olen 跟牛饭 大牛饭片 我们刚闻这个辣椒 我闻起来很像那种火锅底腰的味道 就是很像那种麻辣锅底 它的汤就是蔬菜的添加昆布 跟柴维的鲜味 然后 这就是那种生豆包 这时候就包超吸汤汁 的 矿泡 没有弄很入味 可是它就是你想象的那种口感 煮得非常温烂的嫩豆鸡的口感 因为它的汤是甜心蛋 所以其实料理面的味道也不是很重 熬菜 熬菜 我要吃就无味了 嗯 就整个柴鱼丸子菜的味道都补进去 炸糖心蛋 它其实不是糖心蛋 它就是七八分熟的 苦苦蛋 然后拿去再加一下椒铁 我觉得蛮好吃的 这种它越喝越消沉 一开始它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后来就觉得它的那个茶香气 还蛮淡眼的 它超喜欢里面有包蛋的那种配料 嗯 我觉得跟我们之前吃到的 有两点不太一样 第一点是它表皮没有那么酥脆 第二个是我觉得它 Haven的口感是比较爽的 比较没有那么弹压的 牛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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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蛮弹的 我觉得这家整理的口其实还不错 就是口味偏清淡 刚好就是适合平民 晚上 肚子饿 然后不想吃那么重口味的东西的话 就点了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而且重点是我觉得那家店的氛围 就是小店的那种氛围 你也可以在店里面吃 整个感觉又不太一样 今天其实算是我们第一次 很认真的吃一遍 淡水 都是大家推荐的一些餐厅 或者一些小吃 但其实我们还没有那个机会 把所有青单全部都走过一遍 然後我們想說我們可能會在這邊 至少一兩年就時間 慢慢慢慢的把清單上面的帶吃食物都會玩 那應該就是我們今天所有的淡水美食探索機率了 我覺得有機會去了解自己周邊的一些小事啊 美食啊 時間還蠻開始的事情 對啊 而且我覺得淡水蠻酷的一個地方 它既有一個像是大月城的地方 就是淡亮大城附近 它也有觀光區的那種就是比較 應該說精緻度比較高的食物 所以兩種東西可以在很近的距離都可以常常吃到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之後也會不定期有更多淡水的美食探索 如果你們有任何推薦的餐廳 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吃到的 或是在IG上面大家都還沒有聽到過的 也有多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或是你也可以私訊告訴我們 我們一定會找時間去採點 我們就下次見囉 下次見 下次見